國際消息要來看到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 在臺灣時間今天晚間六點 正式舉行女王靈救 那麼在這個會從陸軍的步兵團 和皇家海軍的陪同下 從國會西敏廳移到西敏寺 舉行國葬儀式 禮月奏向敵山哀七 一百四十二名英國皇家海軍 和八名來自陸軍步兵團的護救者 整齊劃一邁步向前 將皇家炮車上的女王靈救 從西敏廳移往西敏寺 盛大莊嚴的國葬遊行 在臺灣時間十九號下午五點四十四分 正式拉開序幕 緊隨在海軍隊後的王室高級成員 英王查爾斯 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面色凝重 隱忍悲傷 九歲的喬治站在父親威廉身旁 情緒也相當激動 還低頭偷偷擦拭眼淚 英國民眾眼尖發現後 紛紛在社群媒體上討論 目前為止都是一場很美麗的葬禮 但我一看到喬治小王子就哭了 兩千名各國領袖政要齊聚在西敏寺 為女王的辭事舉國默哀兩分鐘 国葬结束后在晚间7点15分 女王灵鹫再从西敏寺出发 由国王查尔斯带领王室成员 步行在女王灵鹫后方 沿途经过白金汉宫抵达伦敦的威尔顿拱门 全程约45分钟 沿路英国民众夹到围观 对一个时代的逝去感到无比遗憾 随着送葬队伍缓慢穿过首都街道 大本中每隔一分钟冥想一次 海的公园里泡名放 女王灵鹫最终有新的灵车移送往文莎城堡 而观看直播的网友发现 哈利因为已经卸下王室高级成员职务 身穿陈礼服 双手放在身侧 不被允许向女王敬礼 更引发网友议论纷纷 本日闷有请不追求 旁边坐着 您可以接受 我们来看看 своих牧民 那你才能说 这些员群 对 不要 对